苗栗台六县五谷路桥至苗一二八县的玉谷玉泉段 沿途路数一共有93棵黑板树 职业茂密引来麻雀群聚 每天清晨傍晚鸟鸣声轰炸 让民众是不堪其扰 而公路总局和地方是共同会刊 考量噪音污染 四层楼树高怕强崩等因素 同意要改植灌木 不过首先要移植黑板树 目前正在全力寻觅合适的空间 方问十分刺恶的鸟鸣声叫不停 每天两轮轰炸 居民苦不堪言 等于是大跑车的超运 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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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当你买个时间吗 7点开始 不得你还没7点 都6、7点 我吵到没怕衰弱 我没怕衰弱 神经衰弱 一落去那里 有个棉花 棉花就要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棉花就会有风来就会吹 吹到屋里面 鼻子 眼睛 就会损害到 不只噪音棉续也烦人 引起困扰的就是台六线 欲骨欲全断 共93棵的黑板树 先前曾经为了要解决麻雀群聚 修剪树枝 但是平静半年之后再度重演 噪音之外还伴随着满地的鸟大便 不只环境问题 四层楼高的树木也怕强风吹起倒塌 为了要根治主管单位公路总局日前会刊 确定将会改职 相关单位也了解这种状况 也是能够体会我们百姓的痛苦 他们也答应要能够做移植的动作 但是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 这93棵组需要相当大的面积 我们必须要协调领务局 我们县议员等各单位去努力去找这块地 能够让这块地 能够到93棵树 能够生命能够保存下去 继续的让它吃长 未来预计改职矮融灌木 但是首要先妥善移植黑板树 地方也期盼尽快找到适合的地点 解决扰人的鸟鸣轰炸